小堂子 真快过寿了 你打算送我什么宝贝啊 那我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不是西式真品货不要我 好的 这石头真不错 你拿石头做什么 送你的礼物 什么 别人过寿收大礼 我过寿就收石头吗 这个要加工 艺术品啊 哇塞 这艳台真漂亮 这是金星艳 归我了 这是送你黄岳岳的 他才不喜欢这个 他是标准的学渣 爱好是吃喝玩乐 潮苏市场是谁写的 在我黄黄大堂 一辈子就出一首诗 说出去不嫌丢人吗 这是哪里 我是谁 我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 要下雨了 我去收衣服 你好啊 堂堂 金星艳真是不错 嬷嬷的手感很不错 你喜欢就好 你想干什么 艳台有了 那么是不是给我 弄一块上好的墨呢 哼 你倒是想的美 好吧 我正想弄点墨出来呢 色泽肥力 性质沉重 真是上品好墨啊 真是个勤学的好胖子呀 小堂子 快过来 快来看说法大师 大师 哼 这是高手 真是太厉害了 我有觉喵喵 不知道该不该说 还以为抖音大神也穿越过来 哦哦哦 真是太卡哇伊了 萌萌兔 后萌萌 哇 大魔王居然喜欢萌 我无法知识 谁啊 给我滚出来 啊 我 是我 别看见 是你小子 都看到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是打酱油的 哼 我闪了哈 给我弄石筋酱油 弄不来 嘿嘿嘿 兑换石筋酱油 无法兑换 发布任务 制作酱油 我 不好 还有几个月才弄好 大魔王虽这么紧 我还是躲着它吧 大魔王 你给我滚转 你只躲了我几个月 大魔王 这是你要的酱油 拿去 兄弟 别跟我说话 我就是找的冻酱油嘛 弄不住 就叫阴阴不放就是